我的名字是顧客服務顧問 有甚麼可以幫助你 家庭最困難的就是一個款式 有一點不同,很容易會混淆 看似輕鬆 其實原來不是說笑的陰濕力 現在感覺到手臂的位置很冤枉 為何32B會去那裡 其實做企桌真的很辛苦 夾死了 我覺得很大壓力 開山蟹 全氣了,開白旗 我也不知道為何免費也這麼難做 有甚麼世界 四位中女先後比社會郵輪員 最後出場的朱芬和杜宇峰 又可以全身而退嗎 你知不知道甚麼 沒有,你也知道 她覺得最好 你會不舒服看到她嗎 我們去做製作 她一定要做些事 我們去做家庭 我去做心理 我去做你做小孩 然後靠著你去做家庭 很聰明、很快轉得 聲音又很好聽 我對自己公司的產品很有信心 就算我切得很肉酸 燒出來可能會很漂亮 朱芬真的不太熟悉 跟我一樣,經常喜歡染頭髮 口罩現在差不多成為身體一部分 怎樣可以戴得開心一點 朱芬在電台工作了20年 一輩子只做過這份正職 無論是主持人的工作多半小時 他也早就習慣了 原來還有個特別嘉賓 你真的在這裡 沒拍我,沒化妝 你當農夫還是沒化妝 我當農夫有化妝,像原劇妝 早幾年找尊薰拍就好了 拍她餵人奶 早幾年我不承認是中女 這種事很不承認 現在也不少想承認 你是不是承認了 我騙過,我這麼可愛,我也要承認 是嗎 你說這裡的人多恐怖 最初拍攝團隊就問我 你有興趣嗎 做中女不容易做這個節目 如果我拍了這個節目 那我不是中女嗎 一秒後我就想 小孩也生了兩件 難道我還想不承認自己是中女 雖然是想不承認 兒子譚詠姿和女女譚在芝 是朱薰的命根 家賞事業有成,婚姻美滿 簡直是社會定義的模範中女 她又怎麼看中女的價值 可能真的到了某年紀 還未結婚 糟了,說了重要 好像很差勁 如果還未結婚 又更會被人覺得 是中女,還未結婚 一定是差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的 她可能很自由 可能她很開心 你怎知道中女不好 自由?這個自由 你說真的沒甚麼說服力 因為我們提出 在拍攝朱薰家庭的畫面 但現實就是… 原本他們全家都樂意拍攝 誰知哥哥在拍攝前有些情緒 於是朱薰又要緊急救場 是朱薰家庭 是朱薰家庭 如果到現在還未結婚 還未生小朋友的話 至少我想我會多睡覺 現在很多 不用每天睡三、四個小時 那麼慘 她是三行鐵人 無論是做太太 電台開咪高峰,還有做媽媽 每一件事她都是力求完美 所以我覺得她真的是鐵人 難道真的整個老闆從此被困 又別那麼灰 我們帶朱薰去她拍婚紗照的地方 跟她重溫當年的美好時光 這張照片你也看到了 11年前 我看的時候 我自己也覺得是哪位 這兩個人 頭髮、嘴巴是誰 另外這一個只有一個下巴 11年後,我其實有兩個 甚至有三個下巴 很羨慕這個人 不知道有機會可以回到這個年代 時光機 我們還未有預算研發 不過有一個比較直接的方法 還不用錢 現在請你再試一次你當年的美好 為甚麼要這樣對我 我先站上去看看 不知道重量能否負上去 我先試試 現在真的要跳嗎 人家穿得這麼漂亮 而且我現在很老了 不適宜做劇烈運動 太久沒跳過了 很自由的感覺 我現在快離心力也接受不了 跳吧… 拋開速箱,盡情跳吧 跳過彈床也這麼自由,這麼開心 就知道這位媽媽 平時壓力多麼大 很累 很累 忠女真是忠女,不行 不,我想睡一會 我自己的格言是進行做 而我丈夫是一個比較冷靜的人 他可以不理會 尤其是因為疫情之後 又要陪他們上課 然後陪他們上課 我自己很趕地上班 回來後,他一邊爬上一邊看功課 到他們睡覺時 可能在公司未做完的事 有一晚做到6時多 即是翌日早上 那時忍不住,自己在哭 為甚麼會這樣 為甚麼會這麼難做 媽媽這份工作… 自己要忍耐鼻梯 我一說也受不了,真的很可憐 我真的沒有想過自己的家庭 我從來都享受自己的生活 從小到大都不享受生活 就會很苦悶 每次都要及時行樂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何時死 人是忠女,她是忠女 誰說忠女一定要被家庭綁住 杜如鋒示範給你看 甚麼是真正自由的忠女 我是一個很難玩的人 哪裡有東西玩,我去哪裡 其實我剛跌到地上 但跌得太快就拍不到 沒事… 那就再跌一次 照片很色彩 我們現在去乘船 杜凱倫乘搭杜凱倫 一聽到杜如鋒這個名字 正常人都應該會想起離地 我不說有否打過功 你有乘搭過船嗎 我記得我何時乘搭過船 曾經在我做日文翻譯的時候 我照顧了福山雅治兩天 是真的 我特意帶她乘搭杜凱倫 她還給我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再寄給我 中年是一個心態嗎 我可能一直都沒有理會這回事 中年就是中年 都是這樣生活的 入行之前,我其實做過很多工作 做過編劇、寫劇本 做過貿易 對我來說回辦公室真的很辛苦 一放飯就回家睡覺 在公司的帳簽 寫我出了外交會 那又過了骨骯 打工打到好像不用做 我們很難找一份適合你心想的工作 不如說說你想做甚麼 讓我選一份工作 還是做回旅遊節目吧 有得賣東西 說了那麼久 兩位中女都要開工了 不過還有一關,就是見工 聰明點吧 兩份工作? 很害怕 我昨晚睡不著,緊張得 那你現在面對你的命運 我的命運 一個天堂在地獄,好嗎 天堂呢 我讀出來嗎 賣水果 負責銷售進口鮮果、執貨、搬貨等雜務 沒有學歷要求 搜時,有責任心 我不是很搜時而已 嘗試一下吧 這兩份工作我們找得很辛苦 給點誠意吧 戴口罩 好的 男還是女嗎?老闆 我也不知道,待會就知道 男比較好 電那兩份工作就搞定 來吧,看完那個… 來吧,乖 我一定能看得到整個工作 真的嗎 對 原來我剛才知道的工作 那些大毒的導演 一直不告訴我 真的要看甚麼工作 現在才知道原來是 看了一份建閘項目主任 幾十年沒看過工作 所以有點緊張 先看看,先找一看 劍工 這裡… 已經帶了東西,很緊張 一開始就看到主任那麼高級 不過我的豬芬 好像準備得挺充足 加上DJ的口才 這工作應該沒有難度 你的衣服真的在這裡 先按針 好 不是推嗎 糟了 喂 他不讓我進去 又不懂得開門? 難道過了40歲的 就只懂得行自動門嗎 看來建功不難 開門才是最難 難道是拉? 可以 是來建功的 是,先量一量提溫 好 坐…等一等 好…謝謝… 其實我真真正正的建功 我想見過一次或兩次而已 這種感覺是三寶 我從昨晚緊張到現在已經 杜如鋒終於到水果店建功了 是否真的可以奠上一份工作 好… 本身有否對水果有認識 有認識 會否有CV CV文件 像老闆多過打工的他 見功答問題 會否答應否 還是難得的正經冒 女生最喜歡花 我知道有甚麼花 我最喜歡這段蘭花 蘭花夠高雅 可能我的人比較俗 所以希望可以拼勻 不過我聽我們的製作組說 他們找到一種花是代表我的 就是這個 跳舞欄 因為跳舞欄的代表是自由自在 就像我一樣 自由自在 可能我平時也挺懂得跳舞 他們就選了這個代表我 杜如鋒兩手空空的 怎麼看也不多次去見功 待會生生生生 找到了… 水果、普波,很漂亮 你好… 我是來見功的 這邊呢 好… 為何這麼隱蔽 來人家店見功,別胡說 老闆一個不高興 就叫你回家睡覺 很緊張… 很緊張… 你好 你好 你好,我叫杜如鋒 你好,我叫杜如鋒 你好,可以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其實我做過很多工作 通常都會聘請我 因為你是杜如鋒,對吧 不是… 那時候還沒認識我 我還沒認識你,好 因為我有一個很煞食的笑容 現在戴著後就有看過嗎 對 老闆是男還是女? 我也不知道,待會就知道 男比較好 電了兩下就完成了 你這麼電嗎 我想老闆是男還是女 也沒甚麼所謂 反正也不會電到 有認識,我每天都會吃 三個人會否有甚麼文件 例如CV、文件? 我也沒有帶出來 那我告訴你吧 其實見工不可以這樣用 是嗎 對,也要… 因為我沒有一份工作 跟這份工作有關的 其實也沒有甚麼關係 但你本身可能是學歷等等 也要知道 我想學士畢業 說得沒用,一定要有資料看看 當然是 要我媽媽拍攝一些給你看 對 我忘記戴CV 還有忘記戴了她兩夜 我現在等消息,很憑慮 見工後 老闆找了我們的工作人員 做賽後檢討 但我想看老闆這樣的表情 也… 其實剛才老闆說他不想請你 他不想請你 結論是不請 我第一次見工失敗 有很大的打擊 我要回到自己家靜坐一會才行 你也是 見工不帶CV 又經常問非所答,搞笑 聽老闆說你死因吧 那結論就不請 因為節目組叫我們不要請 其實如果現實中一個女生 可能溝通記者很好的 其實對我們零售也很有幫助 不會因為年齡而去看 加上教訓你 是要讓你知道找工作艱難 快點看看下一份工作見甚麼 你真的不請我 怎麼搞的 如果再不請我,我便再見了 麻煩這邊 輪到朱薰了 整二十年沒見工了 面試技巧會否生疏 那坐下填一下填模式 填模式我絕對沒有難度 因為平時跟小孩填很多模式 語言 廣東語、英語和曼文 填模式難不理不得 難道當媽媽的經驗 真的可以放在見工上嗎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朱小姐 你好 我叫Samson在這裡的營運經理 歡迎你來今次的訪問 開始之前,可以先介紹一下自己嗎 你可以叫我做朱薰 我已經是一個媽媽 想試試這份工作 看看這份工作是否適合我 我們公司被人認識 可能是熱水路或家電 慢慢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公司也會有一個很大的旗艦店 在銅鑼環,佔地二萬多呎 他認為一個項目經理要做甚麼 例如有一件產品的時候 我就要幫忙想想 這件產品可以怎樣推廣 給其他客人 然後可能需要一些創意去想想 這是最適合用甚麼方法 去推介給別人 相信大家都沒有懷疑過朱薰的口才 但怎麼猜到 隨手拿這件產品給你 也能介紹得像層層 你獨立夠了嗎 給你機會經理說話好 想問有甚麼特別的問題 其實我本來今天來見公司 我準備了一些東西 不知道你想否想看 可以 因為我太久沒見過公司 我也不太肯定 見公司需要帶甚麼 我帶了自己的資料 我自己的一些展報 另外我也想告訴經理 就是我懂得字 所以我有出過書 這位太太帶了自己一輩子 41年的歷史 經理又覺得怎樣 我覺得她的表現不錯 她的準備很充足 我有點尷尬 但到底我可否拿自己的資料 給她看 因為她又沒有問 反正我準備了不拿出來 好像很虧 所以就拿出來跟她分享一下 整體沒有問題 不過髮型的顏色 如果可以調一點 我更加會理想 我會否請她 我也不會 我會 晴天霹靂 我這輩子的工作都能看得成 可能真的老了 老了就不聘請 有時候我們這些工作 唯有寄望,這份工作就行了 這裡是 你好,我是來見公的 那請進來 你是… 我是杜如鋒 好,為何你想來做這份工作 因為沒有錢 不如你先幫我們填一份申請表 有帶你的照片來嗎 沒有 沒有照片是不要緊的,如鋒 認真點填好模式 答問題再給點誠意 一定能打動人 專長是… 重心 10秒 不如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很有決心 很有誠意做這份工作 知道我們這份工作是做甚麼 執貨、搬貨等 我很有誠意 我連老公的手套也戴上來 好 你對超市熟悉嗎 經常去買東西 我們經常去買東西 對,我會很勤奮的 很勤奮 是 那… 其實… 你的誠意大到嚇壞人了 我們先給HR姐姐考慮一下 你自己有信心見得成嗎 這次見公應該比上次好 多放了很多誠意 跟剛才的HR姐姐說 真的準備得不算充足 還是讓她誠意打通了 連勞工手套也戴上來 我們會請她 兩位中女終於見得成功 證明中年球職雖然困難 但人生經驗就是最好的履歷 只要勇於上司 總會有人欣賞 你好… 你好… 葡萄3 先介紹女色 是嗎 朱芬 朱芬跟杜如鋒正式開工 不過第一天上班,不熟加暴 又不知道頭、不知道路 伸手上路的她們 會跟其他中女一樣瘋狂闖禍 還是快速上手呢 千萬不要… 安全第一 打工豈止學新事 還隨時令人感懷身世 這不對,我沒有性生活 我一直扮演,我便不用做其他事 這些低級伎倆 騙得一時,不騙得一輩子 實戰三秒就知道你了 明晚繼續看離地中女 學做普通人吧 這直播集團 會有問題 這是我的",這次 我認真有機會 看看你們的前度 會看到他有所驚喜嗎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